HELLO 大家好 话说小编之前家居的家居纷纷就已经到期了 和大家一样可能都会四处去找一下哪里有些价钱够便宜 速度够快的Network 后来找找找网上发现了中国移动香港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今次找师傅来安装完之后试一下速途给大家看一下 好 今次我们试试用OFKA的网上测试去看一下它的速度表现是怎样 从速度方面可以看到 Latency只有3.6ms 而且在Upload速度方面接近差不多有900MB 以这个价钱这个速度来说绝对收货 现在上网通常都是娱乐居多 假设现在一家人可能有四个人看不同的视频 究竟速度会是怎样呢 今次找了NetflixFast.com去试一下究竟表现是如何 来试试速度表现 现在看到的速度现在是530MB 其实在Netflix的要求下 在超高画质的画面上只需要25MB 即是说如果你有500多MB 基本上你几个人在同一间屋里面看的话 已经非常流畅了 好了 刚才试过Netflix的速度效果 今次不如试试究竟YouTube的表现是怎样 我找了一段在YouTube上最常用的4K影片去播放 出来看看画面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播放4K的影片 当中连接速度或者Buffer的健康程度都很好 平时打机当然分秒必争 所以下载速度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画面上看到 大约4K影片只需要5-6分钟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留意 游戏方面表现当然很重要 网络反应 我们今次博了PS4 看看速度 试试用Fever 看看会不会有延迟 或者执的情况 好了 进到Game里面 其实效果出来都是很好 绝对不会有什么延迟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次装的欢频的时候的优惠 网上看到的价钱是118 但我在网上登记 所以每个月便宜10元 最终的价钱是108 一个月 好了 今次这个优惠 只是网上才有 所以大家就要快点去登记